我們到時候自然課的時間就是午休時段的時候 我們現在上課 然後禮拜五的那兩堂課 麻煩你在這邊教室做什麼講座的事情 但是不要因為打球會有效應 所以就有機會打破所以不要睡覺 如果真的要睡覺呢 但是有跟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對 可是這樣補課對我們造成困擾 對對對 所以我 我徵求各位的同意 可以補課嗎 蛤這樣 可以補課嗎 你這樣用我們的權益來威脅我們 我剛剛有 我剛剛已經講了嘛 除了睡覺之外 你要做什麼事都可以 你補休可以睡覺嘛 那你一定要利用那兩堂 早上沒好的時間睡覺嗎 我們昨天還在講說 你們應該會很自主的利用 好好的利用時間 你也不能打籃球 早上的時間比較好圖書嘛 雖然這時間實際上補課不是一個好的時間 因為它不好 比較累也不容易入課 那我就說不要上課啊 對 那我說你可以做事情 但是不要打球 不要打 不要做會干擾到其他同學的事情嗎 所以我說這樣 對不對 我只是說請各位稍微配合 其實剩一點點 可以嗎 可是 可以嗎 可以嗎 你不覺得對我們來做嗎 那你要怎麼樣 好 每個人加一點好不好 我們也加一點 那我加一點 你快到了啊 你快到了啊 一兩點了咧 兩點到三點可以拿什麼 沒有啊 今天加一點 今天加一點 我給你們加一點耶 你快到了好不好 你快到了吧 你快到了吧 只要我可以拿 這樣我覺得我慢 你快到了 快到了 這張加兩點 我會拿到什麼 快到了 你還有兩點 你還有兩點 你還有三點 我們要半個機 你出國之後就回來吧 是嗎 好 沒有關係 那你 那你回來 那你 那你 那你現在有些 你讓我滿意了 我就再幫你加一點 那你回來 你還是要去吃一顆嗎 那我不要啊 就不用了 那我不要啊 那我已經不在乎 加藍哥哥有點重 我已經不想再承諾了 我已經不在乎了 那我要不要打破他 應該說我已經打破了 因為我沒有理他 我覺得他有點太燒熱了 是打破他 還是打爆他 好 那你要練好一身舞力 那首先 他好決定事情 當作自己的事情 我就很火大 事先忘記要上課了 這樣 他幫你加上 他幫你加上 他應該是 他不是幫你加上旅館 他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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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哥哥一樣 好 我們看一下 礦物跟岩石這一塊 我們上次講的 成績岩 火層岩 跟 鑽石 跟辯子岩的差異 你記不記得 如果我們以 我們日常生活中 到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火層岩比較像什麼 火層岩 火層岩怎麼像火層岩 火層岩比較像什麼 魔法劫狂 魔法劫狂 達到沙哥 解架 承藥以上 解架什麼 解架 就是 Nacht 可是他不是 融解在凝固啊 火層岩不是 鹽漿流出來 你類似裡面 寫斬白 costs 寫斬白 跟空地中涼氣 反應它凝殺 椰 Janet unes 火層岩比較像什麼 比較像蠟燭 蠟燭 會融化在凝 questions 被超過 蠟燭 這個東西比較像火山鹽 指它的內容是石頭 對 顏色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但是顏色不一樣 看它凝固的狀況 它如果是瞬間凝固跟慢慢凝固 它的強度不一樣 像有些火山會流到海裡面 它流到海裡面是不是瞬間凝固 有些火山是融融 流在陸地上是慢慢凝固 這兩種石頭的強度又不一樣 海底火山就屬於那種一噴發 它反正被海水凝固 它比較堅硬 如果是那種就是慢慢凝固的 它會比較軟一點點 它的顆粒比較大 晶體的顆粒比較大 它會稍微比較軟 但是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拿鐵 如果拿鐵去烤紅了 你瞬間放到水裡面去 叫做戰火 這個會變得很硬 寶劍有沒有 寶劍在打寶劍 在練鐵的時候 練完鐵的時候 融融的打平的時候 它會這樣放到水裡 等一下 它會放在那種有冰塊的那種有冰塊的那種 你看嘛 水餃是20度 冰是零下5度好了 這將近差不多差25度 可是鐵的融融差也可能800度 你差20度 跟800度差很多 你應該做的應該是做到最好的 那差沒有很多 但是你如果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把鐵打一打之後 你把空中冷卻 這個鐵沒有那麼硬 甚至有些打一打之後 放它油裡面去冷卻 這個效果不一樣 這要油脆 這要水脆 油比較好 油也是一樣是在脆火 那不會放進水就燒起來了 有時候表面上會成果 那把它放進油裡更衣嗎 不會更衣 它效果不一樣 它有時候需要韌性好一點 韌性啦 韌性不是脆性 像很硬的時候 通常是比較脆 那你韌性很強的時候 有時候不會那麼脆 那這樣刀可以這樣放得很容易 類似這樣 然後火塵炎形成之後呢 經過雨水 下雨 抽刷 有風化情形 各種情形 石頭蓋 空解 碎裂 從山上流高滾下 碎石頭 碎石頭 又沉積 沉積 壓到後面幾千年之後 它就變硬硬的石頭 那是什麼 沉積 沉積炎 沉積炎之後又經過火山爆發 這麥克風在裡面那個歷史 它是 火山爆發之後 火山爆發之後 土又融起來了 這邊有熔岩又跑出來 這旁邊有所謂的這個沉積炎 然後這個石頭融解下來 裡面有高溫 火山高溫 跟這個沉積炎想像是變化 這時候把沉積炎再燒集 又讓它硬化 變質炎 這種石頭上的形成 有沒有什麼問題 變質炎像我們日常吃飯上比較類似的東西 就是陶瓷品 陶瓷的東西 陶瓷的東西就像是變質炎一樣 在課本這個錶五十四裡面 它有不同的石頭的一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你看火層岩 它有像鞍山岩 玄武岩 花崗岩 這些東西它是不同的形成的狀況 那這邊有寫到 火層岩 花崗岩屬於冷卻時間較長 結晶顆粒較大 冷卻時間較長 結晶顆粒較大 然後鞍山岩跟玄武岩 它的冷卻時間較短 很快就凝固了 它的結晶顆粒比較小 所以鞍山岩跟玄武岩就相對量會比較硬一點 所以像那個 我印象中有些人的墓碑 刻意去買玄武岩 我們玄武岩在馬祖或澎湖那邊 玄武岩就特別 那邊有海底土餐 澎湖有海底土餐 有蠔山岩有可能會有 他們就會拿玄武岩來做這個墓碑 讓它給它放久一點 那像辮子眼 剛剛講到 像很多我們看到的一些像是 像是 保蝕 它是屬於辮子眼的一種 因為它是被沉壓久了 所以它用高溫高壓 產地的辮子讓它繼續出現 它是辮子也沒走 所以花鋼鹽跟花鋼片麻鹽差在哪裡啊 一個被壓久 一個被壓久 花鋼鹽跟花鋼片麻鹽 老實說我不是很清楚它到底差別在哪裡 花鋼鹽跟花鋼片麻鹽 應該是在產地跟它形成的那個雜質 成分 其實每個地方的成分不太一樣 有些成分可能是含鐵多一點啊 或含錫多一點啊 或含錫多一點啊 可能它們的狀態都不同 它跟花鋼鹽有不同 那OK 它這邊是這樣 它應該是果成鹽之後再經過辮子 果成鹽是花鋼鹽嘛 花鋼鹽是直接從那個 融融態的石頭淋固成花鋼鹽對不對 然後再經過辮子 再經過另外一個高溫高壓 再一直壓它一隻 所以假設這兩個東西 你會認為哪個比較硬 鋼鹽的線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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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 它那文是 應該會有一點點字嗎 通常它還有極限 還是有極限 而且它加壓 看加壓的程度 那這樣的話 刀也沒辦法一直超級硬啊 就是它會有一個程度啊 你沒辦法一直做到 一直無限 其實要斷照 我們沒辦法無限制的把密度這樣加大 不可能 那把它壓直線很厚 然後它會差不多這麼厚 然後稍微弄那個都可以 那就旋鐵中間了 旋鐵中間不知道 那就問楊過 楊過 什麼旋鐵中間 楊過 楊過分拿就是 宣傳中間那個人 宣傳中間します 很大 vulnerability 很壯 不能接的很立達 宣傳中間在它的方法是不利的 但它因為質量很大 所以它可以 也是很強 就是很厲害 它可以 它可以消解魯尼亞 就是很容易把東西削斷 我不知道是削斷還是砍斷 我不知道 我沒看過 那這些石頭生成的 這些都叫做礦物質 這裡面我們嚴格來講還沒說 談到什麼生物的部分 當生物出現之後 很多的沉積眼裡面 事實上很多是生物的肢體 像貝克類的屍體 細菌的屍體 它都可能會在沉積眼裡面 但是在此之前 沉積眼裡面就是礦物質 它們有別的東西了 就是礦物質 那後面才有 所以早期地球上的形成 你各種的看在到 眼睛所看的到面 都是礦物質 那請問礦物質跟我們講 非礦物質到底差別在哪裡 什麼是礦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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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 什麼金屬是礦物質 還是所有的金屬都是礦物質 礦物質就是 碱性的 碱性的金屬 金屬有沒有酸性的 研究來講 金屬是沒有酸鹼性 但是金屬的氧化物碰到水 就可能會有酸鹼性 通常金屬的氧化物碰到水是鹼性 那非金屬的氧化物碰到水是酸性 對不對 那中性就是酸跟鹼在中合之後才叫中性 那金屬本身來講是沒有所謂的酸鹼值 因為我們講酸性或鹼性最大的就是 你 可不可以解離出氫或解離出氫氧根嗎 金屬可不可以解離出氫氧根嗎 不行 基本上應該都不行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酸鹼值 礦物就是只挖出來 原來講是可以說這樣 只是挖出來的東西 但如果挖出來是骨頭 算了礦物 不算 不算 假如礦物是挖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說假如挖出來是骨頭的話就不算 我的意思是你講說 所有挖出來的東西是礦物這件事是不對的 因為挖出來的東西有可能是骨頭 有可能是化石 這不叫礦物質 那你問我 所以我們要定義什麼是礦物質 簡單來說是什麼 簡單來說是什麼 不是這樣子的 簡單來說 礦物質是說地球上本身 在經過工化的過程 然後經過日照過程當中 經過各種可能性的變化之後 它自動會產生 自然而然會產生的東西 就叫礦物質 它不用經過生物的作用 石有需要嗎 石有需要經過生物的作用 它沒有經過生物作用 骨頭它只是一種生物的產出 對啊 它經過生物才能夠產出 礦物不一定需要骨頭 但是骨頭可以是礦物嗎 骨頭不可以是礦物嗎 骨頭就不是我們所謂的礦物質 骨頭是砂物 玻璃呢 玻璃 玻璃可以說是礦物質 砂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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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是砂物做的 玻璃是後面加工形成的 但是它的原料是礦物質 它本身也是礦物 就是它 它本身沒有含有所謂的有機物 只是骨頭是蓋子 那是蓋子一部分 它原來塑膠 嚴格來講這樣講好了 講是這邊沒有生物 沒有動物沒有植物 沒有各種人類或是什麼 這個地球上不會有骨頭 那這個東西不是蓋子 不是礦物質 對吧 這東西是自然而然在地球本身的存在的東西 你可以說這是礦物質 地球本身不會存在 地球本來是有生物的 地球在26億年前是沒有生物的 那那個 所以你意思是說 只有26億年前的 挖出來的東西才是礦物 在那個時候正常的東西挖出來的東西 但是現在都不是了 現在不是都不是 現在是有 現在你挖出來的東西 搞不好它就沾到類 但是我說可以說裡面有礦物質嗎 裡面有礦物質 不可以說所有玩的都是礦物質 是 有事情可以先討論嗎 所以你要找誰 不是 喔 可以喔 可以喔 等一下 就是 它是沒有 它是圖書室的姿 它姿勒 它跟我說姿勢可以開 姿勢 姿勢 他今天姿勢 他還會扣到他薪水 沒有 只要他們講些 蛤 可以說 蛤 因為圖書室只是要一直待在的 也不用一直待在的 只要有一個時間 就是當天他負責 所以他負責登記書籍 他負責借閱 然後 反正說 他就負責 有沒有書不見誰知道 沒有 我沒有辦法清點啦 你怎麼清點書 那圖書室 不是 你不能這樣講 我覺得圖書委員是 他們願意幫他 不是他們的工作 你不要想這變他們的責任 對 他沒有負責 教書的責任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 算是開放的空間 就是說 輸掉他們的責任 這樣 對啦 他們協助管理 他們協助管理 才 我們盡量減少 吊書的情形 協助管理 但是不能說 輸掉他們的責任 正解輸掉有沒有 那如果這樣 誰願意當處處委員 沒有 我沒有說什麼 輸掉哪裡有關係 輸掉我們盡量避免 我只能說盡量避免 跟你沒有男友會知道 對啦 你幹嘛 你幹嘛 待會我假如 不想把一本責任 你也不知道 他如果簡單說 輸掉也沒有關係 是的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 不會知道誰 有沒有吊書 對 那有一天我想像 他沒有找不到 我就知道輸掉 對 那實在有可能是掉了 只是有人從這邊打來 放到別人就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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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有環境 好 那個 所以礦物質簡單來講說 他跟生物沒有關係 他不能是跟生物 但是生物會不會產生礦物質 有可能 生物還是有可能會產生礦物質 譬如我身體跑步跑一跑 會不會流汗 流汗會 流汗掉的衣服 他會不會 鹽巴出礦物質 是 鹽巴出礦物質 所以 生物還是可以產生礦物質 但是 屬於生物的 特殊的 那些有機化合物的東西 就不是礦物質 嚴格來講 可以當作說 玉米 玉米當然不是礦物質 所以我們就講 礦物質就是 最簡單來講 礦物質就是石頭 你看到地上 它那條石頭 除了礦石之外 基本上都是礦物質 礦物質 礦物質裡面有很多種成分 比如說像他這邊有寫到 第四節這邊 礦物這邊有寫到 譬如說像大理石 它主要是方解石 這部分其實很多東西是 要稍微記一下 但是你看過 我認為看過就可以了 方解石是碳碳蓋的部分 它就有碳碳蓋成分 然後像花乾眼裡面有石鹰啊 或長石啊 黑色的雲木啊 一些不同的礦物質的顆粒 那像譬如說 它有特殊組成 好像有些比較漂亮的寶石 那我問你寶石是不是 寶石是不是 寶石基本上都是礦物質 寶石都是礦物質 金子是不是礦物質 不是 黃金鑽是礦物質 金子 黃金鑽是礦物質 金屬是礦物質 金屬是礦物質 剛剛講金屬礦物質 沒有錯過 好 那這邊有說先檢查 檢查觀察石頭 觀察石頭可能會觀察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成分 它有什麼成分 為什麼觀察成分很重要 指甲不是指甲是蛋白質 為什麼觀察岩石的成分很重要 為什麼 你長的小隔閉連笑是土 喔不是 不是這個原因 不是這個原因 你知道我以前有個朋友 他去南非他去出差 他過來跟我說南非 南非這個國家很特別 他基本上 反對移民 那不是南非 說說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他反對移民 就是你外面的人 沒辦法移民金 說我要升職 沙烏地阿拉伯的移民不行 或者移民 他的胖量是 可保工作的時候沒有人移民 這樣子 不是 不是因為這樣子啦 我跟你講他開放的話 一大堆人排出去等著移民 因為這國家太有錢了 有錢到最初一家是國民 他每個月可以幫你錢 你一家是國民就幫你錢 這麼好 因為他賣私有就賺很多錢 他一個人跟別人結婚 他可以交出去 這一點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能說技術營運什麼 用這種方式移民他不接受 像美國你有錢我去存2000萬在那邊 我去辦個技術營運 辦個什麼就移民過去 投資移民有我們的移民 他很歡迎嘛 因為錢會進去 但薩利阿伯不行 他不同意說 我覺得我帶你國家存個3億 讓我進去當移民 不行 他不要 但是有一個 聽說有一個台灣人 薩利阿伯我不是戰爭的人 不見得一直有戰爭的人 非常有錢 伊拉克是伊拉克的戰爭 那我有一個同學去薩利阿伯出財 他懷告一個故事 他們當店 他有一個台灣人 很厲害 他厲害到薩利阿伯 拜託他伊伊 拜託他成為薩利阿伯他們的國母 為什麼 因為他很特別 他很厲害 他可以知道哪邊的石油 他會到處看看 看看石頭 看看各種狀況 我覺得這底下有石油 就有石油 他很厲害 工人 當然要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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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我在這邊要挖石油 我是石油公司 我怎麼知道在那邊挖有沒有石油 我是亂挖的嗎 你聽我石油公司亂挖的嗎 早期可能是亂挖的 在挖有石油好棒喔 在隔五公里再挖 沒有石油 往那邊挖五公里再挖 沒有石油 往那邊挖五公里 又沒有石油 那你這樣挖壞的時候就挖石油 所以厲害的人你會分析嗎 你這邊有石油 為什麼有石油 開始分析他旁邊的礦物質 他旁邊的石頭 他旁邊的一個台灣人移進去 他在台灣的台灣人移進去 他在台灣人移進去 他在台灣人移進去 沒有沒有他的條件就是 你要給我錢 這他移進去 他有移民啊 他有得到他們的公民權啊 被犯者 不能說被犯者啊 他就是 你 他有才能 他有他的能力 他有他的生存之道 應該這樣講 然後anyway 反正他就是 現在是沙迪阿拉伯的公民啊 或者是他有松弄國 也不一定 他有些沙述公民 你問他 尋水塑造 什麼 尋水塑造 尋... 尋水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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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你講那個尋農 尋農 那個叫什麼 尋農 尋農筆還什麼的 那另外一種是拿一個 像吊水晶 OK 我不確定 那是一種類似占卜的做法 我覺得啦 那可能有什麼樣的依據 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這些專家 靠的不是這個 幫助 他們靠的是比較是 去理解 去理解 這邊礦物質的形態 這邊的 環境是怎麼樣 這邊哪邊有高山 哪邊有富坡 他去了解的時候 他認為說 這邊有鑽石 不是有鑽石 石油 很有石油 挖道 把我們都挖道 除非要認識石頭 是這樣子 那認識石頭 還有第二個原因 還有第二個方式 認識什麼 石頭的強度 怎麼決定石頭強度 兩個複雜很容易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沒有錯 沒有錯 通常不是複雜 因為複雜 這邊是大石頭 這邊是小石頭 就像這邊很硬 複雜還可能就是碎掉 所以通常不是複雜 通常怎麼做 通常簡單的朋友 怎麼做 兩個石頭附膜 互相摩擦 你硬的石頭 會在軟的石頭刻出痕跡 那懂意思嗎 軟的石頭 不容易在硬的石頭上刻出痕跡 你在那個比較 兩個石頭 誰硬誰 誰軟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他打下來不會輸啊 拿下來不會輸 可以用更硬的石頭去打別人 好 不用嗎 你只要拿一個軟的石頭 他只要比你頭硬就好 對 他不用比石頭硬 對 因為你拿個軟的石頭 他只要比你的骨頭硬就好 他幹嘛跟石頭比 別人也會拿石頭 他們會拿兩個石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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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要比較石頭的硬度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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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我們那時候 補收的人 他研究石頭 就為了建築嘛 對不對 你要鋪地磚 你家裡鋪地磚 你會鋪那個很軟的石頭 還會鋪硬的石頭 軟的啊 為什麼 踩起來比較舒服 踩起來比較舒服 踩起來不會痛 那你呢 你會鋪什麼石頭 你會鋪什麼石頭 它壞掉 它壞掉了 你要鋪軟的 你知道嗎 以前我家 我曾經做的 我阿嬤家 我阿嬤家 我阿嬤家的地板 就是淋巴 它沒有鋪石頭的 我阿嬤家的地板 是那個 泥土 它碰到水怎麼辦 碰到水很綿綿的啊 就是泥土 就是泥土 這真的是 古獸是有這樣的 要是那個 打刺腳的話 不能只加那個泥土 對啊 古獸人都是光的腳壓 不是古獸 就是我們小時候 我小時候大概四五歲的時候 好 好 那 現在的大部分要地磚 都是要很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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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一個大部分在地磚 要挖一個瓶子 對對對 對對對 但不是這樣 你在講什麼啦 你眼鏡掉了 我眼鏡 它都在地板上挖一個 我了解 我了解 好 那大部分現在鋪地板 都鋪很硬的石頭 因為它壞掉 它壞掉 它刮筍 有人家裡面 很有錢 它鋪那個 大理石 黃金的 還是要比那塊大塊 這麼大塊 一公尺建貓 它要好好保養 不然水地在上面都會吸進去 有硬子 對對對 很麻煩 真的嗎 真的嗎 它有些可能沒有很好 就是說 它還會有溶出 因為我們都知道 石頭 我們為什麼還沒會鹹鹹的 我們都知道 因為石頭的鹽分 慢慢被溶解 帶進去 同樣的假設你現在地板反潮 反潮 你在地板裡面有一些 鹽類的東西 它會反潮水滲出來 它就浮到表面 浮到表面之後呢 你水蒸發了 它就結進表面 它就會有水印 它就會變石頭跳下去 就長毛 就是有點那個 八眉類似的 但像是結晶 像這個東西也是啊 你看這個臂癌也是啊 這個上面也是因為它板潮 滲出來 它結晶 它把它溶點出來 都結晶 結果有些 有些看起來醜醜的 好 石頭大概是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講板塊 板塊運動的部分 第六章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石頭有一點點要 我們這禮拜大家有講過一點點 就是說整個 整個隕石的行程的時候是 地球的行程了 因為它的體積夠大 所以它向內擠壓 擠壓裡面內部的核心度很高 高到裡面的石頭 岩石 礦物質都融化了 融化之後誰會往裡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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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液體一樣融融化 誰會往裡面靠 板塊 不是板塊 液體 液體 都是液體 整個都是液體 這個球 你會想像說 在太空中有一個火球 融融的火球 誰會往裡面走 誰會往裡面走 空就往裡面走 請問空又怎麼往裡面走 它要冷藏 應該是冷藏 不是冷藏 它要冷藏 因為它要冷藏 所以密度要沈下去 密度要沈下去 就一個地球 我們想像這個地球 對我們來講 如果我們在表面 往下就沈下去 密度大概沈下去 密度要比誰大 比岩漿還大 密度比岩漿還大 在岩漿裡面 它就分成了 有些密度比外面那一層 表面的岩漿更重的 跟密度更大的 就沈到核心裡面去 所以嚴格來講 這個整個地心裡面就會分成 然後你還想說 那你怎麼聊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你有看過 全世界有沒有人看過這件事情 沒有 沒有人看過 沒有人看過 怎麼他敢講話 研究 怎麼研究 沒有 做實驗就好了 猜測怎麼猜測 怎麼做實驗 怎麼猜測 就拿一杯水啊 就跑到各種石頭 端去 沙子 不是啦 我現在問你說 你怎麼知道核心是 隆隆泰的 岩漿 那怎麼辦 他就是提議嘛 然後覺得哪個最好的投票 是原理 當然不是這樣 那是幫他 我跟你講 那這樣子誰說 那時候的天主教 對 天主教那時候 那麼多信徒 他怎麼說怎麼對 問題是誰敢去抵抗他 問題是科學 哥白尼 哥白尼啊 且利略啊 他們就敢去抵抗 問題是他們一定有證據嘛 他有證據才敢抵抗啊 地心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是他們敢說 是隆隆泰的東西 憑什麼 而且還說 哇 地心裡面有一個叫做地合 地合上面叫地涵 地涵上面叫地殼 他用味精神一句 他用味精神一句 生一句要生什麼生 被神啟示 被神啟示 被神啟示啊 好 後來因為 青龍早前不知道到底底下是什麼 所以我們對 我們對地底下有很多的想像 甚至有人說 其實這樣喔 我們是住在地面上的人 你知道地底下有地底下王國 地底王國你像不相信 雅特蘭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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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末的大陸 地裡有地底王國喔 所以真的沒有雅特蘭提斯 欸 目前很多證據好像 看起來是有雅特蘭提斯 那他是因為什麼 地平均 這邊有地平均 是因為他們寶石被搶走到 所以整個大陸就沉下去啊 蛤 不是啊 你說那是 我說那是 但是那海是 海明月上沉默 不是不是 他們什麼樣沉默 我不知道 真的我是不知道 現在 蛤 有可能是海明月上 這有可能吧 但是 那個 雅特蘭提斯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 我猜應該是 那應該是那個 板塊斷裂 有可能 有可能 是一個板塊夾 我好像是說什麼 你變成什麼 夾腕 這個樣子 夾腕兵破裂 就是 反正就是 他變成 夾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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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夾腕兵 夾腕兵 是一個很容易 在低位 變成固體的 的氣體 這叫夾腕兵 夾腕兵 目前很多大陸層下面 都有夾腕兵 夾腕兵 是在海裡面的 台北生物 很深層的生物 產生出來的氣體 但是因為 那麼深層 它實際上是很低溫 而且壓力很大 所以夾腕兵就變成冰塊 冰塊就支撐著大陸 好了 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當夾腕兵 溶解的時候 地層就會下陷 就會滑掉 就會陷下去 那現在第一天 就會產生海嘯 第二天 就是這塊大陸就沉下去了 這就是有可能的 好 那我們研究地層 最簡單的方法 後來我們研究 慢慢的發現 我們可以測量地震波 那地震波 波就 我們學過波了沒有 學過了吧 波 想要波 我們想到什麼 超人 為什麼 波動超人 為什麼 為什麼想到超人 為什麼不知道 想到波就想到什麼 這是一個戒指 謝謝 同學 不好意思 這是一個物體 剛剛有波塔進來的時候 有這邊藏那個波 好 它會怎麼樣 碰到 我們波 碰到不同的界面會怎麼樣 想到我現在波傳過去 碰到這個界面會怎麼樣 摺射 會摺射 第一個會摺射 它可能會摺射 還有呢 還有擺射 對不對 一個摺射 一個擺射 所以它有兩個性能 所以我們就會去探測 地震產生的時候 找我嗎 沒有 假設這是地球 我這邊產生地震 因為可能地殼之間的震動 產生地震 碰地震產生了 我地震波出去了 我坐到這邊 我應該要反彈 我反射對不對 反射 我就可以追蹤 這邊到底有什麼樣的狂況 可是你這樣追蹤發現說 它在某個地方好像有摺射現象 在某個地方好像有反射現象 你把蛛絲馬跡慢慢去中整起來 去測量它不同的方向 它的震動方向 它波前進的方向 還有它的速度 你就慢慢可以發現說 原來地層的結構是有很不一樣的 它有一個介面 有些時候也在那邊弄頭 靠在地上 靠在地上 什麼意思要在那邊弄 對 你是說地層嗎 我說這邊 假設產生一個地震的時候 喔 這邊地震我們講說 陣央在哪裡 地震的時候陣央在哪裡 地震的深度在哪裡 有沒有 這邊可以產生地震 地震它是產生波動 聲音會有聲音波 聲波就往下層地 那深波也深波 經過不同的界子 深波就會產生折射跟板射 是不是這樣 他就做了一些訊息 他慢慢研究地層底下到底什麼結構 所以目前推測起來 地層就是有這些結構 地核是一層 地寒是一層 最上一層就是地殼 那地殼有多厚 地殼有40公里 大陸的地殼有40公里 海洋的地殼有7公里左右 這平均 這不是一定是這樣 平均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陸的地殼也蠻厚的 好了 在二十四季出 有一個人 其實那時候有個事情 他們突然發現很特別 太累了 還是我們今天先 嗯 我們要分三天補課還是什麼 你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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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不要浮到50分鐘 然後我現在用兩格 那兩格 你可以做理想做的事情 但是不要打球 不要彈琴 不要唱歌 不要 可以用電腦 欸 用電腦就是 不要打game 對 上午時間就是 不要打game 好 我們在 我們就發現 就是 蛤 就上午就不用 對啦 但是因為那兩格 我這樣會很貪污 我這樣補你們中了的時間 喔喔 對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兩格課 你就在這間教室不要跑來跑去 再把門窗戶關起來 不用這樣子 不用這樣子 就是那邊 不要打game OK 不要打球 不要唱歌 不要 不要 不要宣華 好 好 聽我講 我們關於美洲大陸 跟亞洲大陸這邊 很特別的時候 我們發現是 欸 有些生物啊 有些生物 譬如像這邊是澳通 有些生物 這邊的生物 跟這邊的生物 竟然是 一樣 有同樣的主宗 什麼 譬如 假設這邊有 假設這邊有幾千萬年前的生物 在這邊出現 這可不可能 呃 有可能啊 這很難解釋 這不太可能 很難解釋 這沒有個數法說 我們要去解釋說 這些東西 這些生物 為什麼可以從這邊游泳到這邊去 這會非常非常的遠 或從這邊游泳到這邊來 非常非常的遠 沒辦法解釋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 生物學家 考古學家 地質學家 想像一個方法 我知道了啦 那是因為 有三隻貓貓蟲 走成一個圓 你們都不知道這梗算了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 冰河時期 所有的海洋都結成冰 要貓貓蟲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貓貓蟲那是個象生的梗 沒有關係 冰河時期 海洋結成的冰 所以動物就可以大搖大白 慢慢的走過來 冰河時期 他們就會從這邊走到這邊來 他們就可以從這邊 慢慢的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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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很遠很遠 走到那邊來 冰河時期 對 那時候的人 只是這樣猜測 還是猜 他們只要猜想 而且他們這麼非常有道理 而且他們像是這個道理 這完全沒有道理 為什麼 動物之物 對 非常好 像你都知道這個沒有道理 他們那時候就沒有辦法想像 都沒有道理 不不不不 聽一下你看 那個呈現的時候 他不是每天喝一滴水 還是每天喝一滴水 怎麼可能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就說他不用吃食物 只要喝水比較好 誰說他不用吃食物 只要喝水比較好 誰 你想冬沿吧 不是 冬沿也不用喝水 他都呈現的人 呈現 這些動物都呈現 對啊 你在想什麼 成仙的人 成仙的人 他是不是不見了 聽你 所以那時候的地質學家 考古學家 他們用的解釋 就是說冰河時期 這邊其實很冰水 動物走快 那就很奇怪 那為什麼這動物 譬如說這是一塊大陸 這邊路根很好走 這邊才漏食物 他應該這邊也可以找到這些遺跡啊 為什麼找不到 對啊 因為打雷打雷 這個問題一直突然很多科學家 他們已經沒有答案 直到有一天 這個叫做韋格納 韋格納是學什麼你知道嗎 學術學的 不是 他學大師像 他學過文 不是 他學大師像 他學大師像 他是不是體力尖教 韋格納是學什麼 他學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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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書上 這是三十分啊 韋格納是 氣象學家 簡單來講他爆氣象 今天三星地區天氣炎熱 他爆氣象 他氣象學家 他就有一天突然看這個 因為氣象學家也不知道看地圖 他看地圖 感覺上這邊跟這邊好像拼圖很混合 可以戳在一起 他就提出一個假設 他說我認為 這兩塊大陸以前是連在一起的 這兩塊大陸以前是連在一起的 有一天不知道什麼樣的原因 他就分裂了 就分開了 就分開了 分開之後這動物就分家了 但是這兩邊還是有原來的親戚 其實我正以前也是連在一起 我聽起來我也覺得 對啊 對啊 他不是休閒人 不然就是你 但我才蠻舒服的是不是 你覺得 只是不能出貨 你覺得剛剛是這樣混合 我都超高的 超入室 好 OK 所以 所以韋格納 韋格納就提出這樣的說法 他說我覺得 南美洲的東安跟西岸 貝多西岸的神狀混合 我覺得這事實上是同個大陸 分裂出來 什麼樣的情形 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兩塊大陸 但是他分裂不去 好了 這說法 大家我們覺得 哇好棒 你解決世界上一直 困擾很久的謎題 有沒有人這樣講 又沒有啊 為什麼 沒什麼用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我是研究這個 研究十幾年的專家 你一個氣候小子 氣候爆氣槍的小子 過來跟我吐槽 很棒 對不對 這怎麼樣突沒下去啊 這個事情怎麼樣都突沒下去 對不對 適可殺不可辱 沒有人相信他 所以他就只好去 他就只好自己去研究 到底是不是他強制的量 他發援更多的現象 他發援這邊很多 很多化石 這個 有的化石 他那邊有 這邊有的地層結構 這邊也有 地質結構 礦物質結構 都非常相近 所以更加深了他的說法 這件事情 他後來我們就開始發現說 事實上是真的這樣 後來經過很多科技 他不斷的證明 經過大概幾十年之後 這個說法慢慢的被接受 被更多新進的學者接受了 老來輩的不相信都死掉了 新人就相信了 就覺得他說 骨骼上又到了 那後來他發現事情是 好像在這個 好像在這個大陸附近的周圍 特別容易發生地震 在這個大陸的周圍 特別容易發生地震 為什麼 因為那邊的人都是壞人 他每天都會咬一咬去的 因為我都很容易下雨 有一次 有一次我那時候在冰工廠 在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在開會 開會的時候 整個地板都要咬 嚇一跳 奇怪怎麼會有這種地震 這種情況 沒看過這種地震 就動一次就結束了 就整個都咬 就這樣咬一下這樣 那很奇怪 怎麼會有這種地震 那想說奇怪 真的有地震大家都感到 那怎麼會有這種地震 是咬一下就結束了 爆炸突然覺得 爆炸一定有聲音 爆炸一定有聲音 沒有聲音 結果我們到下午的時候 就有人在說 那個工廠的一個摩子 那摩子有1.5噸 掉掉掉掉掉掉掉到他身上 掉掉掉掉掉掉掉地上去 就1.5噸掉地上去 然後我們大顆去 我們隔 距離很遠的 隔大概有300公尺 就突然覺得地震了 那掉下雨成這樣 就爆炸掉下雨 一塊鐵很重的鐵 沒有沒有沒有 有沒有人說 它跑下還沒人說 它機器壞掉 機器壞掉 1.5噸 把我們嚇一跳 地震 真的是那樣 對真的是那樣 就時間上就是那個點 怎麼生氣 對 所以很可怕 所以胖的人不能跳下去 所以剛剛那個 餅恆說 很多壞人就這樣 壞人是跳下去的 沒有沒有 超甜甜 喔 有一陸就錯了 那有一陸就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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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另外一個理由 好了 那有幾分了 有一千倍 再一次 再一次 好 下一個 沈憶快受不了 沒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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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看起來快受不了 看起來 上個模式我上起來 你不累 都累了 好 現在再下個 啊 幹什麼 我擔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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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壞人 什麼鬼啊 什麼下雨啊